同学们大家好,我是Lin 在2012年没有出国之前 我的雅思写作怎么样考都是 都是6分 然后呢,你可以看到这是5月10号的成绩 也是写作6分 那个时候已经是第四次考了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这个表情 已经被虐得不行了 所以我特别可以能够理解你现在的心情 就会觉得说,我怎么怎么每次都是6分 因为觉得很奇怪 但后来我掌握了一套方法 这个方法呢,帮助我在16天之内 5月26号的时候,雅思写作考了7分 然后我的平均分就是每一门都是7分 考到了上了那个莫大的Must of Teaching专业 毕业之后的话呢,我就录了一个课程 希望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然后这是一个网络的课程 比如说可以帮我的学,帮助一些学生 14天考到7分 然后还有考了之前考了七八次的学生 第一次就可以搞到7分 甚至是8分 那你现在需要做的呢,就是呢 我有一个7天的免费网络课程 听好,这是一个7天的 然后这是一个免费的网络课程 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看 上了这个课之后呢 你还可以去体验手机application 比如说这个手机application 可以帮助你边走边背单词 还有在线测试题目 真正可以去让你take action 去背一些词组 然后报名方法很简单 停一下这个视频 用你的手机微信 扫描一下下面这个二维码 这是助教的二维码 它会把你加到我们的微信大义群 同时会告诉你怎么样去报名 这个7天的网络课程 这课程里面你还会学习 我的核心方法就是 ABC加recipe 40组ABC词组 同时还有几套四组万能的recipe 所以说希望大家可以 尽快去报名这个课程 如果你周围有同学考亚思的话 也可以把这个二维码 去分享给他们 好,下面你就可以来 看一下今天的daily lesson了 daily lesson是每周一至周五 每天都有一个 好,大家好,今天是我们ABC词组的第二节课 然后我们主要来讲解一下什么叫做precise meaning 好,今天跟你的问题就是good和bad decisions 你有几种表达它的方式 好,consider和hasty 有没有想到可以用这两个词 consider表示你经常会 就是考虑很多的 hasty是表示说你不怎么去考虑的 今天还会学一些这样子的替换词 然后我告诉你们在课程中 我们听换词是在什么位置的 很多同学 课程里面一个特别重要的材料 就是那个keywords list 你们都不用 我觉得很伤心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的ABC词组 我们昨天讲逻辑是不是 今天这11个参加ABC比赛的同学 表现非常非常好 就只有一个同学 发了一点点小的逻辑问题 其他都没有任何问题 好,我们先去复习 一下逻辑 大概两分钟的时间 然后紧接着我们来讲那个consider和hasty 我们来去积累一些词组就可以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昨天讲逻辑 对不对 告诉你A发生,B发生,C发生 一定是liminal的process 然后 今天啊,逻辑里面在去写作业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有些同学说 老师这个题是有conditions的 我把它放到什么地方 好,就先来去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怎么把逻辑里面的这个conditions 就是说有些逻辑链的时候 它是有前提的 比如说今天有一个同学就会说 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 他这个是说 他的B实际上就是前提 这是什么意思 他说年轻人都没有工作经验 是不是 但是工作经验对于 decision making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 因为他没有经验 他在做decision的时候 就经常去base到他的emotions上面 所以他就不适合在政府里面工作 我来说一下题目啊 题目是说年轻人在政府里面工作 他的缺点是什么 好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说哪一个是他的condition condition是不是这个啊 就是skills 就是experience对于decision making很重要 那我来帮他去顺了一下这个逻辑 这逻辑是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看啊 他这个order稍微有一点点错 但也不是完全错 就有一点confusing 我已经说错了 它是一个confusing的order 我们来看一下啊 是不是我们要先说condition啊 先说experience对于decision很重要 然后再说这个cause and effects 再说 我看一下这个怎么样 把它 把这个可以往上一点 好 然后我们再说experience产生了decision 产生了对于工作的影响 也就是说 我先要说的是什么呢 先要说的是 工作经验对于去做决定是很重要的 然后我再说 你知道吗 如果你没有工作经验的话 因为年轻人都没有工作经验 就没有办法做出好的决定 所以就没有办法很好的工作 是不是应该是这样子的 但是他说了说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逻辑是什么样子啊 他上来先说年轻人没有工作经验 而不是先说那个conditions 所以他A和B啊 稍微变一个位置就可以了 好 所以我们把conditions放到前面 AB 再ABC 这个正负的意思是表示说 下面这个因果关系是写程度的 比如说你A多了才有B多才有C多 对不对 所以你要先说一下A到B就可以了 我稍微帮他改了一下 改的是说 他这边有一些小的一些语法的问题 我就不再具体解释了 我直接已经inconsiderate 对 把它变成hasty会比较好 hasty decisions 我们把它们这个 这里面的一些语法 我就不再继续讲了 这个就是语法错误 好 我们再看一下下面一组的同学的 这个ABC的逻辑 逻辑都是没有问题的 我这样来说一下 每一个同学 我快速讲一下 每一个同学的逻辑 今天写的全部都是对的 大部分的逻辑都是 就是不是 大部分的逻辑都是这个样子 年轻人没有工作经验 没有办法做决定 然后这个结果就不是很好 影响政府的image 如此类的 只是有一个同学的逻辑 稍微有一点点问题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看 有问题的这个 然后我们再看正确的 因为那些这个同学 他这样写的 他先写的是说 年轻人很难去deal with stress 然后呢 就没有办法去deal with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或者是说 和老年人之间的 其他老员工之间的关系 然后就会出现 没有办法work effectively 然后就会出现说 政府的浪费什么的 好 前面两个都是对的 你可能没有办法抗压的话 可能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会有问题 对吗 然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有问题的时候 为什么就会让他 他这边不是说影响工作 他是说他就不工作了 他说young adults 他先说没有办法去处理 没有办法去处理 和老年人之间的关系 之后 他紧接着马上就说 年轻人就会 my stop 有可能去stop walking and return back to study 我给他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个逻辑是没有错的 但是呢 出现一个问题就是 how many employees will stop walking due to bad relationships 到底是有多少人 可能会不工作 是因为 人和他和同事 处理关系处理的不好 这个 possibility是很低很低的 所以这个就会导致了 你的因果关系 不是非常强烈 所以自己在写的时候 稍微注意一下这个就可以了 其他都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是 是稍微有问题的一个逻辑 逻辑是四分 也不是很差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语法错误 没有什么需要说 这边有一个 return to 我们都说 return to a place 不说return to half of the study 你也可以说 if you continue to study 可以这样 然后 bring the economic waste economic waste 应该就是 affect the government financially就可以了 bad international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不好的时候 我们不说bad 你可以说这个是 他和他的关系 是unhealthy的 就不健康 然后你还可以说什么 就是 好的关系的时候 我们一般都说close 你也可以说 distant relationships 我们不说不好的关系 你只能说 they do not have the ability to build relationships to build effective relationships 这样会比较好 好 下面一个同学 后面的同学的逻辑 就都没有问题了 我稍微快点 带大家过一下 来说一下语法问题 就可以了 大家逻辑都是一样的 都是这样子的逻辑 都没有问题 好 语法问题 lack of和 lack 一定要注意啊 这个lack是动词 lack of是名气 所以我们用的时候 要写lack considerable experiences 好 这个是 don't get the result what they actually want 这个没有错 但是同学 我们考的是写作 不是口语 稍微写的 就是去academic一点 limit the ability to perform well 或者是说 to work effectively 就可以了 还有bring negative bring negative negative是形容词 应该是什么呀 harm the government's image 就可以了 好 下面一个同学 young people are less experienced 应该是less experienced make wrong decision 我们不说 wrong 可以说inappropriate decisions 好 这边 resulting financial rules reduce public trust to the government 你们看到你们写的 那个词都比较差 下面一个 这个应该是写错了 这个 这个 have catastrophic impacts 很多人都用了这个词 我觉得稍微 是不是你们 google都是一篇文章 我自己觉得 稍微有一点点大了 但是并没有错 所以说这个precise 还是五分啊 好 下面一组 看看这个同学的 compare 我们有compare with 然后 unable to make effective inappropriate 是不是typo 应该是 unable to make appropriate decisions 吧 好 下面一个 下面一个是 这个同学 写的都挺好 但是你写的太长了 abc啊 下次教的时候 写web和na 在一起啊 你的aguracy 有问题的原因 是因为 fresh university graduates 你的a写的是说 fresh university graduates 没有经验对吗 可是题目问你的 是年轻人 不是问的是 fresh university graduates 很有可能会谈成跑题 所以一定要注意一下 不要出现这种 irrelevant的 也不是说irrelevant 你的那个概念很小 可是题目给你一个大的概念 而且题目也没有跟你说 一定是限制在 fresh graduates上面的 所以accuracy是四分 会稍微低一点 precise是四点五分 没有任何问题 好 下面一个 这个同学 negative humanity 我不知道这个词 是从什么地方 给你这个错误的 那个 input humanity 这个词有两个用法 第一个就是 somebody shows negative aspects of humanity 这个意思说 你有可能是 ignorant 你有可能是 careless 你有可能就是 比较quote 这种 还有一种就是 somebody lacks humanity 你可以说 somebody somebody does not trade others kindly 好 只有这两种用法 就是这两种用法 是比较常见的 除了这两个以外 就没有其他的 我觉得你好像是 在说第一个 trying to explain somebody who shows negative aspects of humanity 但是第一个也不对 为什么年轻人 他就会有 negative aspects of humanity 难道年轻人 就一定是不好的吗 所以这个逻辑上面 也有一些问题 所以accuracy 三点五 这个是有问题的 所以你们看到 题目的 词组的准确应用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 下面一个 young people lack the experience and exposure confusing expression l lack the experience of somebody 我也不知道 你是在说 他们缺了 你看啊 你这边的 这个搭配 是这样的 年轻人没有经验 没有什么 老年 政治 对 没有像那种 老年 这些politician的经验 所以我把你的主干 提取出来 就是l lack the experience of somebody 这也不对啊 我也不知道 所以这有点 confusing 所以accuracy sand in precess 没有问题 还有下面这个 reduce the overall policy efficiency 你是不是在说 reduce the efficiency of implementing policies 你好像是在说这个意思 我看一下 谢谢啊 efficiency of implementing policies 我觉得你是在说这个意思 好我们再走下面 下面一个就是我的那个正确答案了 我每一个人都讲评完了 看一下我的正确答案